OK趁我儿子正睡觉 做一期视频 如果关注我视频的朋友都知道 我儿子出生之前 有一些美好的构想 现在儿子也满两周了 今天我就来给大家汇报一下 我这些想法有没有什么改变 首先前面一期视频也说到 全程观看我老婆生孩子 感觉当妈妈还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说当时就按下决心 当爸爸的就是要多担当一些 然后尽可能去做更多的事情 现在基本上我老婆除了积男以外 其他事情都是我在做的 所以我们就来看第一个构想 很多朋友都说带娃的时候 初期特别是初期 晚上基本都睡不着觉 当时我就有这个构想 就是不理让我爸妈 还有让我媳妇 晚上能够睡好 我晚上就直夜班 我当时准备是从12点就起床 然后12点到 反正就到第二天早上 我不睡觉直班状态 这个娃如果一哭的话 我就顶上去 这样子的话 就是让其他人都有好教税 这个想法呢 现在看来有点不切实际 首先呢 是我老婆在这生产时候 会有一些小小的受伤 所以说呢 不光晚上我需要值班 这个白天基本上 换尿布啊 这个喂奶啊 基本上我还是得顶上去的 还有哄睡啊什么的 所以说呢 就是基本上你只能就是逮到机会睡一下 逮到机会睡一下 不可能说整个晚上让你起床的 我娃娜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就是晚上的话 基本上我们是三小时喂奶一次嘛 基本上三小时三小时能够 睡还是能够睡的 还是能够睡一下的 甚至于很多时候就说 比如说12点和3点钟 我们起床喂奶了 起床 起床的时候其实他还没有醒哈 当然也有些时候 就是三点喂完奶以后 这个四点钟就醒了 然后就哄 哄睡或者是换脚布 这个洗屁股 然后再哄睡 然后他又醒了 对 这个东西 这个初期的话 挺随机的 所以说总体来说呢 就是我基本上 就是9点喂完那次奶以后 我就睡觉了 然后12点起床 然后3点起床 然后6点起床这样子 中间就是间隔着这么起床 这个每次起床 差不多45分钟到一个小时吧 睡眠时间还是我觉得还是够的 然后白天的话 你也可以稍微睡一下吧 ok 够想二哈 就是我当时想着 这么带顺利以后 每周能有个两三次出去玩户外 现在的话 由于我老婆这个下面有点受伤 所以说呢 带娃的工作呢 基本上是以我为主的 嗯 所以说呢 现阶段的话 比较难出门 但是的话 可以敞望到的未来 就是如果说在家人和这个老婆的帮助下的话 比如说我9点喂完奶以后 然后12点那一波 是交给我老婆或者是我家人来完成的话 这样的话 我9点到下午3点 是有一个 这个5到6小时的一个空闲时间的 啊 是可以出去骑 骑车啊什么的 就是进出玩一玩 呃运动一下 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的哈 呃 时间上是有可能哈 但是的话呢 至于有没有这个精力去做这个事情啊 这个就要打个问号了哈 因为正如我前面说的 呃 晚上呢睡觉时间是不是很固定的 有的时候呢 是的确就是三小时醒一次 那就OK 我基本上还有个对不对 至少连续有两个多小时的睡眠时间 就是两个两个多小时两个多小时的睡眠时间 呃 但是的话这说不准哈 这个有的时候就是三小时间隔中间要醒好几次了 那时候那就白天得肯定得补觉了 不过呢 总体来说的话 我儿子现在就是每天早上就是九点到十二点之间 其实还是比较迷糊的 呃 现阶段的哈 现阶段 当然注意这个前前提条件 现阶段的话 呃 就是新生儿还是睡眠时间比较偏多的时候 我休息好的话啊 出去这么锻炼一下 放松一下心情 这个锻炼的身体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说呃 很多朋友都提醒我哈 这个零到三个月还是大把大部分时间在吃饭睡觉吧 呃 但三个月以后就更好时间了哈 呃 不太清楚是什么样的情况哈 就是大家如果说就是生过娃的可以普及一下到底有多可怕哈 呃 其实我倒不怕三个月以后就是 要耗时间带他玩啊什么的 我倒是挺愿意就是推了婴儿车啊 或者是哪怕是 呃 抱着他就是背着他 那么出去走一走 这个晃一晃啊 看一看看什么的 哈哈走一步看一步现在 ok 构想三呢 就是啊 当时看到很多带娃的朋友啊 就是娃一哭啊 他就他就抱起来哄 然后抱起来哄 然后我就选 我今后带娃不能这样子 这个这个娃的这个坏习惯怎么养成了 他他一哭他就有人哄 那那他就对不对 他就拼命哭嘛 我觉得这个心狠的时候 该狠的时候就要狠一点 就是不能太惯着的 呵呵 呃现在啊这个真正当爹以后呢 这个东西呢挺复杂的 不是 就是很多时候的他的哭声啊 特别是初期的时候的哭声 大部分时间是有原因的 对 然后呢 至于没有原因的哭呢 我在暂时现在就是听不出来 我不知道他是有原因还是没有原因 而且呢他这个哭声啊就是会足成递增递增的啊 那直到最后是那种就是撕心裂肺的哭哈 倒不是我心不够狠啊 倒是就是这么哭下去也不是个办法 就是没有办法 所以说他得拿还是得打起来哄哈 这个就是标准的就是我们这种直男思维啊 不是零和一的这个过程啊 是一个就经常处于一个模棱两可的阶段啊 就是这个娃的这个需求啊 真的是没有一个你知道吗 就是很多时候就初期的时候真的挺摸不着头脑的 真的摸不透啊 不过啦总体来说这个因为有很多朋友给我打了个预防针哈 呃我反而有了心理准备 呃这边呢总结一些总结一些经验哈 给如果说是财生娃的或者是正准备呃要小孩的这个朋友们哈 第一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调整好这个自己和这个周围成人的心态哈 初期呢这个有很多习惯要养成 然后有很多没有原因的哭闹啊 呃很多这个小事要做决策 呃挺容易让自己和这个周围人这个意见不统一的啊 呃我的想法呢基本上还是以这个带娃最多的人的意见为主 那在不伤害这个娃的情况下呢 以这个大人怎么方便怎么来为主 所谓的事情呢我感觉就尽力而为就可以了 带娃这些方式啊这些细节小细节的事情啊 这个不可能做到完美的哈 有时候呢你就想想这个战乱国家人家也能这个 这个小朋友也能也能长大嘛 这个饥荒的地方对不对 然后呢第二呢就是第一条的补充哈 初期啊特别是初期这个娃80%到90的这个哭声还是有原因的 初期呢当父母还是要非常非常非常足够的耐心哈 要费点费点功夫 无论是这个排除法还是这个上网查询啊 我觉得慢慢磨合好了以后 呃就知道这个娃这个这个哭是或者这个点哭是什么原因了 一时半话如果找不到原因的话呢也不要太抓狂 找不到就找不到咯 保证自己心态不能崩是最重要的 希望这期视频对这个呃 已经生完了或者是正要生完的这个朋友啊有点帮助哈 呃 废话不多说了啊我去喂奶了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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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